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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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比较好笑 好吃的东西谁都喜欢吃 人人都爱吃 人人都得吃 中国人更是离不开吃字 中国什么事都能跟吃大鞭 我打比方 我打比方 比如说吧 谋生 咱们中国叫什么 虎口 对不对 岗位 叫什么 叫饭碗 花钱 叫什么 叫吃老本 混得好 叫什么 叫吃得开 是不是 受欢迎 受欢迎 叫吃得香 说女生漂亮 叫秀色可餐 嫉妒了 那个叫吃醋 是不是 这类例子多了去了 就连跟熟人打招呼 大家想想看 都说什么 对不对 北京跟南京 虽然离得那么远 但是都讲一句话 北京说 嘿 您春了吗 您 对不对 南京呢 你还吃过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想想看 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我们身边的这些吃货们 我们身边的吃货还真的是蛮多的 别人不说就拿我来说吧 我们节目组有个导演叫小棠 这个人哦 就是一个标准的大吃货 前两天小棠来上班 带了两瓶花生牛奶 高兴天不得了 一边上班 一边喝花生牛奶 到下班的时候呢 两瓶都喝完了 但奇怪的是 小棠没有把喝完的花生牛奶的瓶子 扔到垃圾桶里面 而是把盖子盖好了 又放到爆里头去了 当时我就很奇怪 我就问他 小棠 看不出来你现在 漫威过日子的吗 都开始搞肥了 收肥品子去没了 来来来 我这边两个一拉关键 当然小棠讲 说哎呀云哥不是的 你不懂 花生牛奶 扯哎 是不是 你以为他被喝完了 其实呢 还有很多挂到这个品质的变账 哎 我带回家 我弄得开水 我酸酸 又是半明年出来了 你还有的 哈哈 假如你下次有酸奶盒子给我 那个东西好 那个醉醋 跟你讲 真的 那个酸酸更好喝 这样吧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位网友给我们分享吃货的经历 请看 我是一个美食家 对美食的要求非常的高 啊 好美味的盒饭啊 太好吃了 有一天我来到了食品店 我最喜欢的泡菜而且是打折的 有人要把它拿走 这怎么可以 我重想去之后告诉那位顾客 这下的泡菜你千万不可以买 如果你吃了就会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 浑身发抖 最终头发还会咬光光 啊 太可怕了 我不买了 小菜一碟 为了打折的泡菜我容易了 这才是美食家的最高经济 好的 感谢 感谢这位网友名叫川泡白菜 分享你的经历 投稿至全家脱口校的微信 官方账号里的酒社 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我们导演组还有另外一个导演叫小周 小周也是一个吃货 内蒙人 怪怪 那个饭量 一顿能吃一头半羊 我跟你讲 前两天小周失恋了 整个人啊都很憔悴 我作为大哥哥呢 我看不下去 我可怜呢 我就去安慰他了 我说小周啊 不要难过咯 太伤心啊 对身体不好 走 云哥带你吃饭去 小周一听吃人 两眼就放光 云哥 谢谢你啊 跟你讲 但是现在我没有胃壳 出来海底捞 我什么都吃不下去 我跟你讲 云哥 行行行 行 云哥就请你吃海底捞 好不好 这时候带你去 到了海底捞 点了一大桌子菜 小周看到这个菜啊 就开始煽情了 只见他端起了一盘羊肉 两眼泛着泪光 然后说 云哥 以前我跟他一起来吃火锅 都是他一盘羊肉 我一盘羊肉 吃得开心得不得了 现在他离我而去 他不再来了 算了 我把那盘也吃掉不 云哥 我跟你讲 我这不是太吃了 我看他难过 我伤心 行行行 我理解 你吃吧 过了两分钟 他又端起一盘大虾 又开始 云哥 以前吃大虾 一盘八只 都是他四只 我四只 现在他不再了 还剩四只 我看他难过 然后他又把四只 又吃完了 就这样吃完了火锅 我说 我就问他了 小周啊 你吃完火锅了 好多了吧 不难过了吧 是别云哥 一边想啊 吃完以后确实好多了 明天还不好的话 云哥我还找你 你拉倒 其实吃过这种气质 他是遗传的 他不是与生俱来的 比如说 刚刚说的小唐 小唐自己是个吃货 他生了个儿子 也是一副天生的吃相 你看一般人家的小孩 都有不肯吃饭的毛病 是吧 每次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都会说 宝宝乖 等一会再玩 先吃点东西哦 都是这样哄的嘛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小唐他们家不一样 小唐老婆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知道吧 说宝宝乖 等一会再吃 你先去玩一会儿哦 等后来这个小孩 大了一点了 更加显示出吃货的本色 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节目组搞这个家庭聚会 那小唐就带着老婆孩子去了 是吧 乖乖 他们家这个儿子 一上桌 什么话不讲啊 就给人吃 好不好 浪吞虎咽 吃到一半的时候 小唐老婆看不下去了 说好了好了好了 宝宝 你吃太多了 那 这个语文书拿过去看看 啊 他儿子接过语文书 头也不弹 一边吃一边看 一边吃一边看 这个时候小唐的老婆生气了 帅牙 你这个小孩 怎么这种样子啊 啊 有没有规矩啊 一边吃饭 一边看 说这个像话吗 你就不能用点心吗 把儿子投一弹 啊 啊 用点心啊 请给我来两个奶油淡泡 好了 说完了 小唐这个极品的一家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面这位网友 也是个吃货 来请看 卖水果啦 卖水果啦 大家来看看又红又散的苹果 小伙子 你要不要买一点呢 这个苹果到底好不好 不好不要嫌 你可以尝一下嘛 随便挑 你尝一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只是想尝个苹果而已 你不要这样嘛 小伙子 没关系的 我是想帮你削一个苹果 你尝一下吧 我刚准备吃 就看到老板娘把剩下的苹果 大口的吃了起来 好好吃啊 这时老板来了 哎呀 你这个败家的 我一会没看住 你今天都吃了四个了 我一个都没吃上了 这些苹果都是我的 我也要吃 你们俩到底是败苹果的 还是吃苹果的 好的 我们感谢网友 能吃是福 分享你的经历 投稿是全家投稿下的 微信官方账号 里的求是将会被我们派出短片 你还可以拿到奖金 对了 刚刚不是说小唐的儿子 边吃饭边看语文书吗 今天我经过多方的努力啊 我还拿到了小唐儿子的语文作业 我看了之后 我跟你讲 我心里俱下呀 这孩子太有才了 其中有一些这个 股市的上下剧 作业 我把它抄下来 给大家看一看 绝对经典 来来来来 大家看一看啊 这就是小唐儿子写的语文作业 上剧 床前明月光 他接下剧 想喝哥的汤 上剧 春风又绿江南岸 他回答的是 明天很想吃炒饭 上剧 月落雾提霜满天 他回答的是 松人玉米第三天 最经典的来了 最后一句啊 上一句 我愿天空重抖手 他回答 大脸鸡排 和鸡柳 这什么孩子 这孩子以后只能当厨子 你知道吗 其实说了这么多 吃货的故事啊 其实啊 吃货是幸福的 吃货也是善良的 特别如果是你身边 有一个女人 她是个吃货的话 那更加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 他们不要LV的包 也不要卡迪亚的表 这样的好女生 只要吃一点东西 就可以满足 你还有什么理由 不让她吃呢 好了 今天吐口秀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爆笑情景喜剧 老梁热心肠 我说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随随便便 老鼠 拉了我就不会随随便便 杨叔 你问我 我说了 我有病啊 是 但是你得跟我说 因为你来找我写的问题 你不说我哪知道你怎么帮你 你问我 我说了 我有病啊 不是 我是问你 但是你得说呀 你不说不行 不说我怎么帮你呢 我说了 你问我 我说了 我有病啊 看你这人 你来找我帮忙 你又不说 那我 我说了 你问我 我就说了 那我 有病啊 看你我这泡脾气 你是来你重新消灭 我问你 你不说 你坐 坐 你好 你老腰在闪着 我算是听明白了 他咋的 他来 就是好像是有病来找您的 对 抬什么杠的 这个 对 你这表达有问题 梁大哥说对了 我有病啊 你有病 有病上医院呢 你上我这来干啥啊 梁叔叔啊 医院要收我 我至于跑您家来吗 真是 那 您二位看我 看这里 看这里 你们觉得我有病吗 我觉得是有点不正常吧 对 尤其是 不是不正常 我就是有病 有病啊 可是我说我有病 大伙都不幸 我爸不幸 我妈不幸 最可信 连那个医生检查完我 说我美病非常的正常 非常正常 这不好事吗 好事 才怪 那是他医术太浅 查不出来 我跟你说啊 这个小同志 你呢 把心态先放平静一会儿 咱们俩人好好聊聊 那医生说你挺健康的 你凭啥就说你有病 你是哪疼 还是哪痒痒 还是哪不舒服 对 你有症状 是吧 我本来没有发现自己有病 可不是这天上网吗 我看完一条帖子 叫你知道你离死不远了吗 我马这名字起的 够甚大 可不 我点的医生算是一个亚健康的自我测试 一共20条 人家说了符合5条以上是亚健康 符合10条以上是不健康 符合15条以上基本就和这个世界白白了 那你符合多少条 我符合20条 当时那个网页就跳出一个小框 说炎王叫你三斤死不会留你倒五斤吗 当时就给我干梦了 这些东西在网上叫标题的 对 专门拿出一些标题吸人眼球的 让你点进去看的 那不做数 别往心里去 往心里去不行 我当时就顺便在网上一查 我有很多重大觉症的症状 什么症状 比如说我爱大嗝 那怎么了 我爱大嗝属于消化不良 为什么会消化不良呢 就是胃癌吗 比方说我身材微胖 那我为什么会发胖呢 为啥 内分泌稳乱吗 那是 一线癌吗 这比如说我做事没谱 说话没溜 走到哪 忘到哪 这为啥 啥呀 脑癌呀 脑癌呀 行行行行你呀 你不是脑癌 你是脑残 小伙子 你这就是让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忽悠了 是吧 小伙子 听我一句就劝 你呢 压根没啥事 有病咱看病去 没病咱别自个儿找病 相信医生 相信科学 回去吧 没事 你觉得我有病没病呢 没病 你觉得我没病是吧 对呀 你真没病啊 你要不是医生 你凭什么确定我没病呢 不是 我不是医生 但是医生也那么说 我不是写说你没病吗 不可能 不 我绝对有病 哎呀 你看 我有病 是我知道你有病啊 我有病 是 我知道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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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 哎呀 爸 要犯病了 进去了 咋回来这是 这赶紧赶紧 送医院 送医院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我的天呐 怎么样 大夫怎么说呀 还能怎么说呀 嗯 身体健康 告诉你啊 就是有点上火 大夫说多喝点水 多吃点蔬菜 就完了 那他怎么晕了呢 那他 废话嘛 他一口气 连喊三十遍 我有病 不换气啊 你要喊你也晕 知道吗 不是 那咋还坐轮椅呢 他那 他非说自个儿喘 说有病 四肢发软 哭着闹着 是弄一轮椅给他推着 一路我这么推啊 十好几里地呢 看着 这位爷爷就这么坐着 他还挺享受 这不是嘛 古马路的时候 有一地方过得稍微慢一点 看着一辆车朝着过来了 好 就给小子吓的啊 通站起来跑了好几步 那司机差点吓得撞树上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呀身上没毛病 是 他就是心病 我脚着帮啊 得让他热爱生活 是吧 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这主意行啊 哎 来 那个 那谁啊 别哀声探气的啊 那个饭都准备好了 来 你把它推过来 来来来 正好吃饭吧 还有饭吃的 吃点喝点 你就舒服了 来来来 推这来 脸中间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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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肉 大虾 你看 大鱼 吃 吃 吃 还有烧鸡 不用多气 随便吃 吃吃吃 那我就不客气 哎呦 饿一天了 我最喜欢吃烧鸡 来 来 腿 给你腿 来 就位了 鸡腿 你的啊 俩都是你的 好吧 那个也就位了 不好意思 我就不分了 我就拿手了 我就 你们家伙食不错 哎呀 这不为你吗 这个 我们不天天这样 就专门喂你啊 这准备的呀 小酒 小菜 是吧 喂我啊 是喂你啊 可不 那还能喂谁啊 哇 哇 怎么咽啥了 是怎么的 你喝点水啊 你 找点水去 吃着好好的 怎么嚎上的 说不用 这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 啥意思 什么意思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反正时间也不多了 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 对 好好享受一下吧 哎 不是 多吃 哎 不是 爸 爸 也是怪你你这话说的 你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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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你做不做 哈哈哈 换下一个 那个啊 来来来来 别吃了别吃了 哎 行行 别吃了 别啃了 别啃啊 行了 来啊 来啊 撩下吧撩下吧 撩下吧 啊 他这心还挺欢的 我觉得 咱们要不整点别的 唱个歌 喜欢唱歌 唱歌 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 喜欢就行了 不知道 我是我们家那一代最会唱歌的 江湖人生和希望风 我唱卡牢开的时候 旁边的小姑娘都疯了 是不是 怎么疯了 都从我喊和希望风 我爱你 You are my music king 你说这才的盒子了 那个行 大哥我行 你算成功了 那咱来一首 一块来一首 来一首 好的 先丑 那我就先丑了 你先 你先来 把每天当成时末日来相爱 一分一秒 等美的眼泪掉下来 我怎么觉得气氛不对 这歌不合适 这歌不合适 死了都要 不死我都不痛快 不死 不死 咱们大半夜的咱们不能那么折 唱那么闹的歌 再有邻居投诉 咱换个温柔的吧 对行吗 慢歌 缓一点人心情好 换一个 慢歌 慢歌 行 那我换一首 啥歌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我们四个也要在一起 像是陷入最边的距离 我一开始混你不信 行了 停 停 停 好吗 你这慢歌 就慢歌比刚才那还很 来这样咱俩一块合上一首 对 你跟我爸合上一首 我爸合上一首 合上一首就不保编了 咱们来一首快乐的 路边的野花会吧 这首歌欢快 路边的野花 就这个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还是要交代 虽然你就是白花开 这首歌 这首歌是谁唱的 我唱的 我说你原唱是谁 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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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世吗 不在 我问你 邓丽君是怎么死 他是病死的 你生病 我变了 忘了这个了 爸爸 你说你这挑歌 怎么专挑了一个邓丽君的歌 我这辈子一共会唱三首歌 一首是这个 一首是国歌 不是 那不还有一首呢 还有一首 生日快乐歌 我总不能是生日快乐 你唱生日快乐都给邓丽君强 知道吗 你怎么弄 我说那人带了没有 带来了 你跟你说 这是我最后一招了 这只与成功 不许失败 知道吧 你放心 爸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漂亮的D型 是我们整个公司追求的女神 如果说她要说相中谁 绝对能把她迷倒 绝对能把她拿下 你就请好 那行 开门 放人 小雪 来吧 我跟你说良辰 也就是看你的面子 要换个别人 我才不帮她呢 那是 说吧 迷倒谁 这个 还是那个 废话 当然是这个了 那是我爸 你迷倒她我妈还不得意 我还帮她 拿我先试试 没关系 小赵 小赵 叔叔给你买了最爱吃的烧鸡 要不你起来吃两口 不想吃 身上没劲 那给啥 电视上正播王丰演唱会了 要不你看两眼 不想看 不想看 身上没劲 要命 那啥 家里边来了一个大美女做歌 要不你起来聊会儿 不想 扶我起来 我觉得我能行 什么人呢 来 你好 我叫小雪 我叫赵乖乖 赵就是常山赵子龙的赵 乖乖就是乖乖隆地东的东 东 就是乖乖 好来 坐坐坐 你太幽默了 坐坐坐 来来来 坐 不过我看您这气色好像不太好 您是有病吧 知己啊 我说我有病 他们都不信 你看咱俩素妹平身一见乳酷 你就知道我有病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因为吧 因为我也有病 我跟你说你别不相信 我检查了好多家大医院 都说我没问题 我也是 是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你说你都有什么症状 我最大的症状 就是没有症状 但是我浑身都不舒服 哪哪都疼 哎呀 一模一样啊 我也是 我跟你说 我脑袋一晃就晕 肚子一饿就疼 睡着了就不想起床 出门就冷啊 你这不都是废话 那大冬天谁出门不冷啊 不过你知道吗 咱俩的症状简直是一模一样 天哪 果然相似啊 我的天哪 从天呀 大地呀 是哪位神仙姐姐给我这样的缘分 让我遇到了你 你去看她那边 这是干嘛呀 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你是有病 你爱你 哎呀 我跟你说 你知道咱们叫什么病吗 什么病 你知道吗 为了咱们这病 我特意请教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他告诉我 我们得的这叫鲜霉素 巫氏二氧综合症 你过去 妈 这啥同事 怎么还整出一个什么鲜霉素 什么巫氏 什么二氧 什么鲜霉素 这就叫闲得没事 闲得没事胡思乱想综合症 你怎么看我 那病听着挺厉害 那可不吗 人家教授说了 只要得上这种病 你现在的科学技术 那是没有救了 你看我就说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我得是绝症 那啥 你得不得绝症我不知道 反正你拉那姑娘的手 到底再也就没送回过 别打唱 这两个同病相怜的苦命人在交流病情 拉手怎么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随随便便拉手 拉了我就不会随随便便送开 我沾上了吗 血 那那得什么鲜霉素 那什么病以后会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呢 得了这个病 你的酒量会降低 当你喝500克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喝了一斤那么的醉 不能喝酒 太容易醉了 我根据是啥不能喝 那500克不就是一斤吗 这个第二呢 就是不能抽烟 你要是连续抽烟12个月的话 你就自己老了一岁 天呀 太可怕了 那就老了一岁 这不废话吗 抽12个月不老一岁还能小一岁 跟抽烟都没关系 这最关键的一点是 得了这个病 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咬到自己的胳膊肘子 这听起来挺吓人的 是个人就咬不着自己的胳膊肘子 我真的就小不熟 我不是吗 已经病很重了 你说 那雪 得咱这样的病还能活多久 理论上说 应该是活不到两半岁了 都不能活那么久 但是只要注意一点 你就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样了 老一点 快告诉我 这一点就是 不要长时间的憋气 你的肺活量会降低 你不要憋气 憋到五分钟以上 这样的话你会死掉的 我只要憋五分钟气 我就得死了 太可怕了 可怕 啥可怕 谁憋气五分钟不都憋死 我憋四分钟我就完了 那你没事就别憋气 你没事呗 是不是 身体吃好的喝好的 活到七八十岁跟毛儿似的 太好了 雪 就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 对 两叔叔 两大哥 这本是你 那个 对 你们把小雪介绍给我 让我重新拾起活下去的信心 从今天起我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 活出精彩 活出人样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祝福你 雪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喂 你有男朋友吗 喂 我孩子都两岁了 其实这么多问题都特别喜欢像我这种 好 三二一车 最后一句 看你们天天幸福快快成长将来都是我 哈喽各位好 好 好 我们的游戏环节又正式开始了啊 来 再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你们是谁 大家好 我们是MUN 是的 你们是MUN 非常的好 但是我今天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据说 今天又来了一个所谓的替补类主 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他自认为自己带过来挑战的选手 每一个都比你们强 那绝对不可能 哎 就是嘛 我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来 替补类主 在哪啊 哟 怎么没有音乐啊 双模作样 来 耶 原来是理想哥哥 今天我来了啊 挑战你一下 挑战我 挑战你一下 凭什么 你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跟这么一群姑娘在一起录节目 什么叫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没有说一个动物就好多了你知道吗 我今天要挑战的 不是说想赢你 是赢了你之后把你换掉 我来这做主咖 好了 想要赢我 没问题 就看你带过来的人实力怎么样 第一波 我今天第一天来嘛 第一波 第一波讲师 来吧 今天我一定要派出最强大的 对最强大的 这个人可以说是身高九尺 腰围基本也接近九尺 身高九尺 很高大的一个人 最主要是他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不信的话你可以把他请出来 你说的是金城武吗 你请出来就知道了 好来 嘴汪汪的大眼睛 好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挑战选手 大眼睛 大家好大家好 哎呦 杨洋 南京著名相声演员 电台主持人 撒嘴鼻子搞怪 能力超强 游戏指数 四颗星 嘴汪汪的大眼睛 没错 你们不用说你知道吗 连他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丢人 哈哈哈 杨洋来挑战 对吧 其实这边应该算我的主场 这这么问 江苏综艺频道这个打我最开始的时候 青春年少的去年 一直到青春年少的今年 是吧一直在来 不要现在有了这么多年轻可爱的姑娘 就忘掉我们这帮老哥们 是的 你看我我刚知道现在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美少女的天团 对 没告诉我们听 哇我跟理想各个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这个太危险了 告诉你 有什么危险呢 其实这么多姑娘都特别喜欢像 我这种 你要是不介绍我这边我这拍一下 知道吗 就是就是能够诚实可靠一点的 这个这个我懂了 我懂了你今天不是 这个挑战的目的而来 你是要本着这个是 对想要跟他们融融一起 参与到当中 这样 杨阳你如果想要是加入他们的话 对啊 也行但是呢 我们这个组合是一般人都是不收的 嗯 要要加入他们也要有才艺吗 要有才艺 要身怀绝技 身怀绝技 我跟你讲他们这个是什么歌啊舞啊 那都不算什么 嗯 他们胸口碎大石 我没有没有没有 铁齿牌的 胸口碎大石也不算什么 那什么 叫 口吞大拳头 口吞大馒头 来盈盈 来来来盈盈 看啊 加油 我们不是说光说不练假把事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才艺 知道吧 来表演个才艺给他看看 来口吞大拳头 3 2 1 走 走 哈哈哈哈 啊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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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听你个怂样子 口吞大拳头我确实来不了 下次买衣服的时候记得把拳包拆下来 哈哈哈 闭嘴了 这单顾商给的 多长给钱呢 这个没有 但是今天我来这儿 我有一个参加他们团队的一个见面礼 因为一个主持人不可能口吞着拳头跟大家说话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该好不是还有勇粉 这个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主持人要其他的才艺 什么才艺 比方说 快板啊 快板是相当眼神 就知道你会快板 但是但是今天是现编现场 现编现场 好 来来来 快板 莫名其妙 快板能像个匪童吧 让这个生物快点下去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随便上打一段 来来来来来 这个东西关键是要打出节奏 好 唱出这个内涵 好 来 不错啊 哇 好 MUN姑娘长得各顶各的亮 好 不错不错 贤良淑德都是好姑娘 不错 杨杨愿能够加入你们的团队 好 最后一句 那你们天天幸福快快成长 将来都是我对象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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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都能找着好对象 这也差不多了 想什么呢 想加入可以 好 先赢过他们再说 我跟你讲啊 既然是有游戏嘛 有奖励也会有惩罚 惩罚是什么呢 什么呢 可可怕了 我给你讲化妆 嗯 你是专业的电视人 是吧 我算是客串的 还是平常化妆不是家常便饭吗 我定的这个化妆啊 跟以往平常的化妆不一样 那是什么 材质啊 用了道具啊 都不一样 来来来 先看看再说吧 哪怕是国产货 小毛贼把道具送上来 看一下啊 我们化妆不都会用粉铺吗 粉铺 用这个铺脸吗 对对对 就拿这个铺 就得多大的一张脸 对啊 刚刚好啊 你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这一只脸 好 那我们化妆不是要用眉笔吗 我们就用这个 我可以介绍一下材质 这个呢 是面粉 面粉 这个呢 石灰粉 这个为了让你们就画到脸上 然后就是纯天然无污染嘛 这个是那个黑芝麻糊 哎呀 这还能吃啊这个 对 然后我想做化妆得有点腮红啊 对不对 然后我想半天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找了一块红砖把它碾碎了 这个一般 这个西娘啊 女孩子啊 都要试妆 我先给她们试个妆 少来 咱们先玩游戏再说 好 究竟第一轮玩什么游戏呢 我们要抽签来决定 公平合理 来 你抽一个 我抽一个啊 给我们争口气啊 理想要一起玩吗 不玩就你玩 不玩 换也不换我 你先我 我早打听好了 你知道吗 他可以担心你被换 11号 OK 第一轮抽到11号游戏 11号游戏是什么 来看一看 游戏 游戏11 冯中的棉花糖 所用到的物品有 滑板 棉花糖 参与着 参与者坐在滑板上 用手来控制方向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尽量多的吃到棉花糖 多者获胜 我们要开始了 当然了 我必须要派出这个 玩这个游戏的这个 queen啊 queen啊 就是公主啊 是吧 公主是princes 有没有文化 女王女王女王 对啊 这个游戏的游戏女王 很有 而巧了 就是刚刚给你表演才艺的那位 大嘴美女 银银 啊 这个很正常 一看你就会选她 因为这一局 杨阳对于吃是不 基本上不会输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 你的宝座要不保了 我可能马上替代你 真的吗 来 银银先准备开始 好的 现在棉花糖已经飘舞起来了 银银也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好来请准备 给她一个下马威啊 预备 计时 开始 看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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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连牙签都吃下去了 哎呀 等会你连绳子都看不见 高一点 高一点 对 一口吞掉绳子的心吗 好太棒了 加油 他让我想起来 我们玩的一个游戏里面有个角色 声渊巨孔 哈哈哈 还有三个 加油 太厉害了 还有两个 你看你看 快快快快快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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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OK 盈盈超棒 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棉花糖 好 现在要揭晓一下盈盈的成绩 用时 36秒 哎呦不错 啊 为了加入mvn 我会努力的 真的吗 告诉你一个消息 好 道具老师说棉花糖用完了 所以我们换成潮天椒 哈哈哈 上街了哥 看下 我给你啥豆腐乳 这张 看一下看一下 来请杨阳准备 来准备 准备 准备 计时 开始 杨阳加油 不急不急不急 你把舌头先长一点 就行了吗 你看这个这个 哎哎 这个了 好了可以了 哎呀 应该够了 不容易 你先跳能吃到的吃 8 7 6 5 4 3 2 1 你时间到 来来 起来起来起来 呃这个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啊 对 你一分钟时间已经用时超过了 但是还留下了四个棉花糖 所以你失败了 我们赢了 对 我跟你讲这个游戏我毫无压力 因为从来就没有输过 确实确实 对不对 首先我看到了一个很强悍的对手 是啊 第二个来说他的脖子确实比我长 啊 是啊 说不着脖子长嘴大这功能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不管你输了好了 要给你贴一个书字 给你贴个书字 那盈盈就获得一个银字对不对 哎你本来就要盈盈嘛 盈盈能不盈吗 来吧咱们就第二轮吧 来来来来 看什么游戏 看看你会抽到什么样的游戏 抽点好游戏 哎他叫什么名 他叫杨子 哎哎哎大善啊真是的 你妹妹叫晚报吗 哈哈哈 他妹妹叫现代 哈哈哈 来 好七号 七号游戏 七号游戏 哎呦呦 七号游戏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游戏七 神偷蝶影 所用到的物品有 折子和蝶片 将十一张蝶片放在长条折上 游戏过程中 只能单手碰触蝶片 将蝶片弹起 而后在空中接住 一分钟的时间内 多者获胜 好了 这次我又要派出 一位金兵强将 来跟你对阵 来 这个人我跟你讲 比盈盈还厉害 是吗 对 他的名字 盈盈 还派一个人 是的 不带这么玩的 盈盈完全很厉害 告诉他 最多一分钟 多长时间 八个 八个 对一分钟时间八个 姑娘渊源相报 合适 真的 来吧 来吧 来 来 你先来好不好 好的 请准备 好的 现在我们节目著名的操盘手 准备好了 操盘手 来准备 一分钟时间内 今天一定要超过八个 创造你的更好的记录 来 预备 计时 开始 哇 一个 有两下 两个 三个 漂亮 四个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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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改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哈哈哈哈 你想的比较对 你想的比较对 你知道吗 好了不要管了啊 来预备 几时 开始 一分钟也是有时间的 这全部都要赢了 那好 哎 哎 哎 哈哈哈 抓下一个了 你能成功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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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哎 哇 不容易啊 不错不错 哎 哎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我宣布 这轮游戏我们又赢了 两局全胜 哦耶 这很抱歉哦 没关系啊 哎 新娘装要画到你那脸上了 好好好 明天我也要夹给你 还取你啊 来来来来来 哎 哎 你能不能跳步上来吗 小毛贼 你真是 好 呃这样吧 化妆不是我的强项 女孩子们有这方面特色 好我来办 那妆应该怎么化呢 我我我先跳个上来 一人嘛 好不好 你这样运哥会跳 对啊 一人是最不会化妆的 所以我就喊他 哈哈哈 肯定先打粉底嘛 先打粉底嘛 对吧 对 化妆吗 你就不要再加了 啊 不够啊 那你自己来讲 对这样一白遮遮三丑 你知道吧 我知道 来再丑也没有啊 熊太对不起了哈 来吧 哎呀 啊 一人 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马上就显出来了 是吧 你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的 这个不均匀呢 不均匀 有油吗 有油呢 啊 好 第一步 破完粉底之后 我们干嘛 快没了 快没了 我们得来一点这个 来一点这个阴影 太白了吗 侧影啊 侧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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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影的觉得呢 最后咱们要给他补点腮红 玉哥这个真的是钻红吗 这是红砖 对我没碎的 给他补点腮红啊 我谢谢你啊 腮红 我那画什么 对 我觉得其实比原来可爱多了长的 对 要不你就把这个妆拍下来 哇这个眉毛好 火云鞋神 然后以后就做你的职业造型师 对吧 你绝对有机会 好 这个基本上一人先给你打了个底啊 现在打个底 对 接下来 姑娘们 自由化妆时间到了 随便随便随便啊 随便随便随便 随便随便 今天是今天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想挑战MUM吗 你想获得这样的快乐吗 那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吧 报名电话 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随时等待各位 我要去化妆了 来吧 你也会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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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